朱宜倫說王毅川是政治激同的話 不曉得在朱宜倫眼中韓國瑜算什麼 好啦 我們韓總是安全名單好不好 韓總是第一名好不好 政治激公 我們不回去很少有辦法像王毅川打成這個樣子 王毅川 因為我們會有好幾次跟王毅川同台 你知道王毅川 我都在王毅川後面講 在王毅川後面講很麻煩很累 你知道嗎 因為他掌聲太多了 你知道嗎 王毅川站在那邊就跟人形一排 光是拍照簽名都來不及 所以國民黨的部分區 你要你要宣傳什麼 就是政治家族 就是政治家族親一色 很清楚 那個可以算好幾個 好 那王毅川 王毅川很會講笑話 很會罵人之外 你知道他在講交通的時候很厲害 大家會聽他講 所以你說他現在要想媒體曝光 老實講不用把一個黨主席想得想得那麼那麼不堪 朱立倫照他自己的節奏要走 所以我認為三十四席不分區 國民黨跟民黨應該習次就差正負一跟二而已 可是這種空戰的方式 空口說白話的方式 是不是其實就是朱立倫想要的 能組成這個所謂的不分區的這種空戰團 那是不是代表真的朱立倫也擔憂 整個空戰的部分 所有的話語權全部都在趙少康手上 你只是想想 國民黨現在空戰的話語權在誰手上 所以朱立倫也要跟趙少康來搶話語權嗎 我相信要 因為趙少康不分區是他提名的嘛 那他總希望在不分區的這個情況之下 他能夠掌握一些話語權嘛 不然你會發現 朱立倫好久沒有聽到這個名字了 要不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新聞出來的話 連韓國瑜的新聞都比他多得多嘛 所以他是不是因為看到王毅川這麼成功 也覺得說那我們也來試試看好不好 可是你看看人家王毅川 人家是渣渣實實的舊問題來討論 然後用最白話的方式 讓民眾去了解 獲得這種基層的支持 你韓國瑜又用這種所謂 把小港機場賣掉 這種聳動的話語 想要爭取媒體的效果 這樣的媒體效果是有 但是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對朱立倫 對不分區 對國民黨想要的空戰話語權 真的有用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號 好 所以請到東豪哥 那你看喔 那朱立倫現在感覺起來 為了要搶救不分區 是不是感覺王毅川來勢洶洶 像政治基統 我想我昨天就叫毅川哥說 你是基統 什麼時候變基統 我怎麼不知道 就是已經到了這種出言不遜的態度了呢 當然啊 因為因為部分區很少 有辦法像王毅川打成這個樣子 王毅川 因為我們會有好幾次跟王毅川同臺 王毅川站在 我都在王毅川後面講 在王毅川後面講很麻煩很累 你知道嗎 因為他掌聲太多了 你知道嗎 王毅川站在那邊就跟人行一排 光是拍照簽名都來不及 好啦 可是不要講說朱立倫了 柯文哲的部分區 你有印象嗎 國民黨的部分區你有印象嗎 謝龍姐 我記得是張家俊 第十二名 為什麼 剛好擺在那個地方 擺在那個地方就是要吹票啊 雲林張家俊就是要努力啊 否則第十二席 安全又不是很安全 那民黨也有政治人物嘛 也有政治人物嘛 然後也有專業人士嘛 可是你看國民黨名單 你要宣傳什麼 國民黨的宣傳都是 都是第二代啊 或者是 或者還有一個 當然那樣安排是可以可以接受的 比如說蘇清權 下一次一定又是用部分區的身份 再去挑戰 挑戰這個平濃縣縣長嘛 張家俊 張家俊 為什麼張家不是下來選立委 是放部分區 因為你要知道選區要花錢要花資源的 然後兩年多以後 他姑姑這個兩任任滿 要交棒耶 這國民黨的部分區你要宣傳什麼 就是政治家族嘛 就是政治家族清一色嘛 很清楚嘛 那個可以算好幾個嘛 那王毅川 王毅川很會講笑話很會罵人之外 你知道他在講交通的時候很厲害 大家會聽他講耶 所以王毅川如果只是只是這樣子 那個講笑話給大家聽的話 他也起不了這個風潮 他每一個每一個人都知道王毅川第十四名 可是實際上是第十六名 所以他就對民進黨的知識怎樣 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指標 為什麼 三張票裡面最高的一定是總統選票 區議立委 總和會是第二高 政黨票通常是最最少 如果第十六名的王毅川 實際上第十六名的王毅川都可以上的話 民進黨的區議力一定很好 那國會過半那句話就不是假的 好就算王毅川沒有上 王毅川已經幫民進黨最少 多拿一席不分區了 所以我想說朱宜倫說 王毅川是政治基同的話 不曉得在朱宜倫眼中韓國瑜算什麼 行 好啦 我們韓總是安全名單好不好 我們韓總是第一名好不好 政治基工 我們韓總到時候就會跟 就會背心經給你聽好不好 但是我怕外國人 外國貴賓可能聽不懂心經 因為心經要翻翻譯成英文 不知道怎麼翻譯 可是我們韓總韓國瑜是 恩特特 可是你要宣傳什麼 他不是第十二名 他是第一名 因為要排排韓國瑜 只好犧牲王毅川 對 有了有了韓國瑜怎麼擺王毅川 所以我們王院長 又要出錢又要出力 還沒有部分區 還沒有位置 所以請教明賢哥 你看朱宜倫現在丟了一個部分區特工隊 很多人就說 那是不是看到他們的搶救王毅川的活動 很成功 所以來copy一下 沒有啦 你說朱立倫要上媒體嗎 要跟王毅川曝光嗎 我覺得這言過起始 因為我最近浮選場合都看到朱立倫 大家浮選場合 譬如說誰要上去講誰幾分鐘 誰幾分鐘都有排 我也看過朱立倫就默默地站在旁邊 包括幾個跟大頭就站在旁邊等 主角關懷要讓給候選人讓給區域立委 不分區立委上去 那朱立倫圖了是什麼 他自己沒有變沒有當主角的時候 他圖了什麼 圖了國民黨總統要當選 立委其次要過半 你說我現在曝光很多 那結果最後我立委選很差 總統選了選了很差 到時候會不會就國民黨 職責又去包圍黨中央逼他下台 所以你說他現在要想媒體曝光 老實講不用把一個黨主席想得那麼不堪 竹立倫照他自己的節奏要走 所以現在不分區是這樣子 你說民進黨的不分區是主導王毅川 老實講 王毅川常常同臺 就不用不用去講那個 民進黨的不分區不是十幾個 王毅川是十四個 那前面還有好幾個要出來 輔選 前面幾個 我記得原本應該在推的是有其他相關的 郭玉琴什麼 郭玉琴 萬老師就有出來 到時候他們在選票上找萬老師 沒有萬老師 可以啊 就是說各政黨不分區推出來 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這是打一個團體戰 你說 大家港台是都把國民黨責任 部分區沒有一塊好的 老實講 國民黨不分區 如果很差的話 政黨票罩都掉下去了嘛 那你講一個非政治名單 講三個非政治名單 非政治名單 AI的寶博是不是 是嗎 這一些政治名單 我承認有二代的 那其他的沒有 沒有都拿不出來的嗎 我覺得也不用說 不敢懂的 屁股就這樣 我覺得沒有必要 第二個我要講 政黨的支持度 國民黨現在有比民黨 我都差到十趴嗎 其實都伯仲之間 所以我認為是三十四席 部分區 國民黨跟民黨 應該席次就差 正負一跟二而已 所以蠻拚的 一定很拚 你不是說十三或十四 那民眾黨大概六到八 你說 算出來 民進黨 部門區十八歲 國民黨像八千年 那也不可憐 我覺得事實差太遙遠了